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存在一个运输的问题 当然这种家用车呢 也是可以承担很多这种运输的需求的 像我以前做一些DIY的时候呢 我会用这部比较大一点的SUV 去运一些木材 基本上呢 8尺长的木材呢 把这个座椅放倒是可以fit的 但是如果再长呢 例如说10尺 12尺 那么就必须要把后盖打开 然后呢用绳子把后盖呢 把它拴起来 这样做呢 近距离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需要上高速的话呢 就比较危险了 今年我的邻居 坐篱笆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他去买木材的时候呢 结果一个刹车 就把这个钱挡风玻璃 把它撞坏了 所以呢要花好几百块钱 去换这样一个挡风玻璃 那么当然这个呢 只是车辆的损坏 如果出现了事故 那就完全得不偿失了 另外呢 还有一些东西需要运 例如说这种 landscaping用的这种鹅乱石 或者是草坪用的top dressing 这些东西呢 都是非常非常重的 一般这种家用车呢 都是做不了的 我以前呢 也有的是找这个supplier 找他们来送货 送货呢 当然也是不便宜的 送一次 一般要一百块钱左右 来运这样一些 比较重的东西 还有呢 就是小型的搬家 如果你搬一些 买一些家具 或者装修厨房 卫生间 需要买一些橱柜之类的东西 那么直到最近呢 我就发现一个最方便 最经济 而且最多用途的方式呢 实际上是采用拖车 一般的这种SUV 或者是pick up truck 他们都具备一定的 拖车的能力的 像我的这部Honda Pilot呢 它可以拖5000磅 还是不错的 有一些这个pick up truck呢 它可以拖接近1万磅 实际上很多人可能 未必意识到 这样一个功能呢 往往呢 都没有得到开发 我也是今年呢 才给我这部SUV呢 装了这个拖车的这个线 这样呢 我就可以去租这些拖车 因为拖车呢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型号 有箱式的 还有敞篷的 还有那种带电的 可以那个dump的那种 那种拖车 所以呢 非常非常的实用 另外如果你需要去度假 或者是你喜欢去开船 你也可以租个船 或者是租一个房车 把它拖在后面 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好的 那么首先 一开始呢 我就分享给大家 我是怎么样安装 这个拖车的这个线路的 实际上非常非常的简单 只要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就可以完成这样一步简单的工作 这种拖车的这种配件呢 实际上如果你在dealer那买 还是挺贵的 像我的这种 我大概去dealer问了一下 如果让他们装的话 也接近1000块钱 如果单独买配件的话 也要四五百块钱 那么我买的这种配件呢 实际上我是在Amazon上买的 我只花了150块钱 我觉得还是蛮划算的 我多 divine 2016 这里都有显示 我这是2014 嗯 嗯 这个主要有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这个插头 这个是Trailer 插在上面 第二个是Connector 需要自己组装一下 这里有一个配件 这里还有两个叫Relay 插在这个位置 插在这个位置 这个连接到后卫箱的连接接头 然后这个是保险丝 保险丝把前盖打开插到一个位置上 基本上就这三个部分 然后这个是一个拖头 这个拖头有不同的尺寸 最常用的就是两寸 这个是可以换的 把这个螺母打开就可以换 所以如果你要是有不同的拖车的接头 不一样的话 你需要配一个不同的size 好 现在呢 我先把这个把它组装起来 把这个后盖打开 然后把这个东西连到Connector 装到它的位置上 谁把这个处理 也处置了 Oxfuse 那现在是加大的力 这里有一个技术键 可以把它插在那边 盖个盖子就行 它配的保险室 这个显示是在中间这个位置 在这里 你要不确定呢 吹了 吹了 然后把它插上去一下 然后把它插上去 然后把它插上去 在这个位置 在车底排气管旁边 这个接口呢 是插那个trailer 插头用的 现在呢把它打开 插上去就可以了 这个是最难搞的 撬 好不容易才撬开 只有一个锁死的地方在这 其他没有了 按理来说按下去就可以拔出来 但是非常非常的紧 然后 用螺丝刀 一点一点翘 看这里有翘片鞋 好不容易才拿下来 搞得手还受伤 半个小时 就做这样一个简单的工作 所以修车有时候就这样 你知道怎么做 并不一定能 你就能做 有些东西拆不下来 你就办 然后再夹 找到这个锁死的地方 就做了 两个小时 都在做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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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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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年 二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咖啡 咖啡 酷糊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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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拖车最大的优势呢 就是它非常非常的便宜 在北美这边 你可以很容易找到 有一家叫Yohar的公司 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能够看到 他们提供的拖车呢 可以说是差不多20块钱 就可以租一天 非常非常便宜 另外呢 有各种各样可供选择 如果你要运一些 landscaping的材料 石料 土壤之类的 那么你可以租那种 就敞篷的这种拖车 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因为如果你去这些货场 去拉货的话呢 他们一般都是用那种大铲车 把它放上去的 所以一定要是这种open的 他们才可以操作 如果是那种相式的 他们就没有办法帮你装货 另外呢 如果你想租那种带电动的 就是电动翻斗的那种车 也可以 我在home depot就看到 有这种车 会贵一点 要八九十块钱一天 这样呢 就省了你很多卸货的时间 尤其是装土啊 装这些石料的时候 会非常的方便 还有的就是相式的 相式的 你也可以在Yohar租 Yohar呢 非常非常便宜 一个小型的搬家 或者你去买一点东西 或者你呢 哪怕是你需要储存一些东西 放在你车道上放几天 那么这个呢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解决方案 Pickup truck F150之类的 那么这种Pickup truck呢 实际上也是能装一些货的 但是呢 Pickup truck一个最大的短板 就是它的那个bed 也是非常非常的短 一般的家用的那种 两排做的Pickup truck 这个bed只有五尺 或者六尺 很短 连一个最短的那种木材 八尺的木材都放不下 另外如果你装一些 landscaping的材料的话 这个Pickup truck的载重 是非常有限的 实际上它比这种 SUV也多不了多少 1500磅而已 就是连一吨都到不了 石头和土壤 都是非常非常重的 Pickup truck装的话呢 只能装半个QPR 这样就比较麻烦 另外呢 它比较高 这就导致你卸货 会非常的不方便 你需要上上下下 而一般trailer呢 它非常非常的低 这个是它一个 非常大的优势 如果你以前从来 没有开过trailer的话呢 那么当你第一次 去租一个trailer trailer来的时候呢 我建议不妨找一个 空旷的没有车的地方 稍微练一下 适应一下 因为开trailer呢 如果你往前开 是没问题的 基本上跟你开 正常的车是一样的 但是倒车 是跟正常的车 开车是相反的 所以这个呢 是一开始呢 非常非常不容易适应 尤其是小的trailer 反而更不容易控制 因为它转动的非常快 所以呢 不妨呢 去一些空旷的停车场 没人的地方 倒一下试试看 另外不仅是 这个方向是反的 它还需要比正常的倒车呢 更大的转动半径 所以呢 不能太着急 要慢慢的调整这个方向 所以呢 这需要一定的练习 你前几次开拖车的话呢 不妨呢 在脑子里面设计好路线 看一下 想一想 你需不需要倒车 最好呢 要避免倒车 如果要倒车的话呢 有可能会有一些麻烦 有一个窍门就是 当你需要倒车的时候 你把你的手 放在方向盘的下面 这样呢 你转动方向盘的方向 就跟拖车 需要拐的方向呢 就可以一致了 当然如果你把手 放上面的话 这个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这一点呢 一定要注意 拖车线路的这个插头 基本上呢 最常用的是两种 一个叫7way 是七个头的 那么一般是圆形的 还有一个的是4way 是四个头的 一般是这种扁的 实际上 如果你去U-Hall租车的话呢 基本上他们那种拖车呢 都是四个头的 是那种扁的 这两种配件的插价呢 不是很大 可能在50块钱左右吧 那么我选择的呢 就是那种7way的 就是七个插头的 4way它只能满足 最基本的拖车的需要 也就是刹车 然后转向灯 当你后面的拖车 需要持续的电源的时候 这个4way就不可以了 比如说你需要 租一个那种 dump trailer 就是说那个trailer 它自己带那个液压 可以卸货的 这个呢 就需要一个持续的电源 需要这个7way的这种插座 另外呢 当你拖一个比较重的东西 那么这种重的拖车呢 它往往它需要有一个 刹车的控制器 也就是说它的刹车呢 也是需要通电来控制的 像这种情况 也必须要使用这种 7way的这种插座 所以呢 如果你想更加多用途一点 去适应以后 未来有可能更多的需要的话 我觉得这个7way的插头呢 应该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当然如果你买了 装了这种7way的插座以后呢 你不妨呢 可以配一个这种转向插座 把那个7way转成4way 这样呢 你就可以去租这个U-Hall啊 或者是Home Depot 去租拖车的时候呢 会有更多更多的选择 而这种小配件呢 实际上在Amazon上也有的卖 是非常非常便宜的 只要10块钱左右 当我们在路上走的时候 可能会经常看到 有一些人拖着拖车 那么基本上 他们都是一些 比较专业的contractor 他们做装修 或者做landscaping 很少呢 会有家用的owner 会使用这个装置 但实际上 我用了以后发现 这个真是非常非常实用 而且多用途的装置 而且非常的经济 如果你的车呢 拥有了这样一个选择的话呢 可以解决非常非常多的 你日常这种家居的运输的问题 好的 这一期的小视频 就给您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和启发 如果您第一次访问我的频道 或者还没有订阅 欢迎点击红色的订阅按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 未来很多实用的家居DIY的内容 如果您觉得这期视频还不错 请给我一个sum up 好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